要开学了 周娜还在拉琴 还是那么难听 还美呢 不知道明天就要开学了吗 诶 张伟怎么今天就穿上上学的衣服了 这家伙记错日子了吧 哦 他一定是准备在开学典礼上上台讲话 还直练敬礼呢 假期怎么总是这么快就过去了 我真想哭 上课 起立 今天的作业 第十八名 我一定得找个理由哭一下 老老要走了 这是个好理由 老老 你别走 我对姥姥有着深厚的感情 真感人 妈 您看您呢 小明看我要走心里难受 我能好受吗 她是一想到开学才难受的 妈妈是怎么知道的 那也没有什么不对 孩子不喜欢上学还要装着高兴吗 这就是我喜欢姥姥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解万算 不喜欢上学就不上学了 哪个孩子不得上学 姥姥 真可怜 有什么可怜的 现在的学习条件多好 是啊 想想贫困山区 有多少孩子想上学还上不成呢 姥姥 我送你去舅舅家吧 用不着你 我好长时间没看见舅舅了 这么想舅舅 中午舅舅来接姥姥就看见了 母子俩又过起招来了 我的肚子怎么疼起来了 是吗 怎么个疼法 不要紧 马上去医院 让大夫打伤一针就好了 一点也不疼 那算了不 疼得厉害吗 好多了 水平还是差了点 我说小明 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要是妈妈小的时候 能有你这样的条件 现在还不知道能成什么样呢 那还能成什么样呢 黑马流星拳 小明 你长大了 愿意像妈妈这样 在商场里卖东西吗 卖东西 卖东西就不用上学了 愿意 没出现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难道你想要孩子 瞧不起自己妈妈的工作 哼 我是要孩子 胸怀大志 这也对 你看你爸爸 比你妈妈多念了几年书 就能坐在办公室里当会计 也不是说会计就比售货员高级 会计又怎么样 不也就是天天扒了算盘的账房先生吗 你不要乱说 我很喜欢我的本职工作 会计是一种 古老的 高尚的 充满智慧的职业 只要有经营行为存在就离不开我们会计 忍一忍吧 小明 上初学来总比什么都不懂钱 以后要找个好工作 还得有个好文凭 文凭 文凭是什么 这就是爸爸的大学文凭 上到什么学历就发什么文凭 爸爸 你怎么长得这个样子 你这算什么呢 小明 以后拿一个比这个还棒得多的文凭 让爸爸看看 让所有的人看看 我们小明 对 拿博士 做大事 挣 霸 钱 我说 别在孩子面前提钱的事 对不起 总之 给爸爸争口气 便像爸爸这样 给人家算一辈子长 爸爸 你不是刚说你喜欢 做会计吗 那是没办法 不喜欢也得做 因为我学的是财快 因为我的考分只够报财快 因为我没有别的路子不干财快 我只能每天去给他们算代笔烂账 谁愿意替别人输一辈子钱 谁愿意帮别人算一辈子账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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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给爸爸争这口气 一定要考上明文大学 我得走了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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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离开学 还有十二个小时 其实我已经玩累了 可我就是不愿意停下来 小明 怎么还在玩啊 让他多玩会吧 明天就没工夫玩了 小明 明天开始可就不能再玩了 看来只能玩到这会儿了 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小明真乖 这学期的周末辅导班 再多报两个怎么样 那可要选准了 不要怕学费高 一分钱一分货 新学期就要开始了 真没意思 嗯 嗯 嗯 啊 我这样叫下去是没用的 不如给他一个好印象 不用担心 你不会有任何危险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请你吃糖怎么样 这些糖看着还挺好看的 尝一尝 糊出去了 真好吃 你是妖怪 我是你的邻居 不对 我们家墙这边是大街 我刚才做的那个大板子呢 你不会掉下去的 我保证 是吗 你能不能还变回刚才那样 我们到上面去看看 我明天还得上学呢 时间还早呢 到这来过吗 没有 怎么样 好看吗 好想去哪儿玩 就在这儿吧 你叫什么名字 王小明 几岁了 八岁 为什么不问问我叫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猫 王猫 这名字怎么样 一看就不是人 为什么 没听说谁叫什么猫的 是吗 我现在已经死了吗 没有 我只是和你玩一会儿 想让你高兴一下 天亮的时候 我会送你回床上去的 真的 放心好了 有我在 你不会有危险的 那你 到底是不是人 我也搞不清楚 不过 这并不重要 你一直住在我们家的墙里 对 有时也出去走走 你每天都干嘛 也没什么特别要干的 我要你们全都好好睡觉 我会保护你们的 今天你好像哭了 你听见了 对 要是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我可以帮你忙 我有的是时间 那你能让我不上学吗 你不想上学 嗯 这不用我帮忙 你不去就是了 那怎么行 哎 你不是人不知道 像我这么大的孩子 都得去上学 为什么要上学 为什么 学知识呗 语文 算术 学这些干什么 干什么 学语文就能认好多字 认字多了就能看书 还能写 那算术呢 教你数数 计算 一加一等于二 加减乘除 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了 买东西找钱对不对 也得算呢 那要是这么有用 你为什么不愿意学 有用是有用 可学起来太麻烦了 你没上过学 不知道 上学可烦人了 怎么烦人 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那我们到你上学的地方 去看看怎么样 现在去 这很容易 放松点 有王猫在 你不会掉下去的 你是超人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这样 真棒 这房子很不错嘛 有什么不错 你要是天天在这上学 就不觉得不错了 上学什么样 每天早上 从家里到这来 那就是我们的教室 我每天就在这里上课 上课的时候 同学们都坐在椅子上 老师站在前面讲课 一一得一 预备起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一三得三 一四得四 一三得三 一节课四十五分钟 老也不完 就这么一遍遍地念 九 如果你是老师 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用这么念 就把大家教会 惩罚口诀都看会了吗 不会的 多看一会儿 这么傻看着 还不如念几遍呢 看来只好念了 三四十 念也就念了 可这还不算完 课后把每个生字 连片音各写十遍 再抄五遍课文 把全篇课文背下来 下节课检查 算课堂成绩 大家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把黑板上的题抄下来 和课后的练习题一起做 然后再把参考书上的 第四节的题做完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我们回去做作业吧 这么多题 得什么时候能做完 做不完会怎么样 挨刺呗 王小明 你又没按时完成作业 看看别的同学 有谁像你这样 放学请你们家长来一下 对不起老师 敬给我丢脸 这么上学确实太没意思了 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 你以为上学是什么样 我一直觉得 学校是个最让人开心的地方 汤 汤是三点水 外加一勺汤 汤是糖老鸭抱着米花糖 汤是孙子边靠着小和尚 汤是一堆火熬着一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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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那边 他们在干嘛 快看看去 现在我们要到银河系去做一次假期旅行 每个年级去五个人 六个年级一共去多少人 三十人 怎么算的 五六三十 我们一共有四艘飞船 每艘飞船能坐七个人 我们全都能上去吗 五四七二十八三十个人 有两个不能上去 来晚的两个同学就只好等下次了 真倒霉 别泄气 现在还有机会 这是谁 我也不认识 这是这次银河旅行的备用轻便飞船 太空小老师 你们两位同学请上来吧 谢谢老师 坐好了没有 坐好了 等等 等等 还有我呢 对不起 陈老师 座位已经满了 只好等下次 不行 我一定要去 我会生子哥 你知道吗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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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边水 外加一勺汤 汤是汤老娘 再见了 陈老师 汤是身子边 靠着小和尚 汤是阴堆火 熬着一锅汤 太空小老师 我把座位让给陈老师吧 真是个尊敬老师的好学生 可是这次太空旅行 学生是优先的 可要是陈老师生气了 万一留更多的作业怎么办 快看银河 真好看 那是什么东西 变形金刚 是陈老师 银河旅行 客不能落下 来 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汤 糖 糖 烫 汤 糖 糖 烫 怎么样 开心吧 可这不是真的 至少你笑了 可明天就不会笑了 不 明天就在你站的这个地方 你还会像刚才那样 开心的大笑起来 怎么会 一定会 就在这儿 在这儿 王猫 别跟我说话 王猫 我是在做梦吗 哈 哈哈哈 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怎么样 开心吧 可这不是真的 至少你笑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 可明天就不会笑了 不 明天就在你站的这个地方 你还会像刚才那样 开心的大笑起来 真的会像王猫说的那样吗 我不相信